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量的确是缩了 那么在指数的部分却是一个大跌 因为美国股市是一个崩盘的状况 那么后续的行情 今天我们独家开市 是不是已经消化完毕了 赶快研究一下 来邀请到的是华星投顾的副总李永年 永年哥你好 一华午安 各位投资朋友大午安 永年哥掐指一算483亿 就差3亿了 把那3亿去掉了 对嘛 零头不要 今天这样子跌了100多点 大家会说美股在干什么 为什么联转会官员的一句话 就可以跌成这样子 快400点的大球 那我们今天自己开盘 我们自己消化完了没 应该是这么讲 今天我们台湾真的 不能说有点衰 这样讲大家听了不高兴 今天的运气不是这么的好 因为今天只有 全世界只有我们开盘 那所以因为只有我们开盘 所以变成怎么样 所以美国股市的崩跌 变成我们是单独承受 单独承受这种压力 就是说如果说还平常日子的话 还有别人 日本 香港 还有中国大陆 来帮我们大家一起分摊 一人分个二三十点 就差不多了 这一下只有我们自己承受 所以跌了111点 那中卧的111点 昨天又跌了98点 对不对 两天加起来跌了200点 我相信到今天的 其实不要等盘中了 开盘之前 全市场的信心 大概就已经崩溃掉了 就想说完蛋了 那结果在开盘之后 那更是有点完蛋 今天有没有看到 一华有没有看到 两个跳空缺口 对啊 有些人说连续两个跳空缺口 就是什么空方已经确定了 确立了 真的确立了吗 OK 好 这个讲到这个跳空缺口 我们来 我们今天因为反正没事 今天这个是这个 只有我们是自己补班的 那我们就稍微跟大家 讨论一下 这技术面 那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的 一般的我们在学到的 这个跳空缺口理论上来讲的话 一波都会有三个跳空缺口 第一个是突破缺口 第二个是普通缺口 那一般来讲 你一波出现两个跳空缺口 大致上来讲 这个跌势就已经成型了 就已经几乎是确立了 这个理论是古时候的理论 请各位记住一下 我年纪虽然不小 可是我们还是会变通的 怎么样变通呢 我为什么说 那个是古时候的理论 那个是属于 那种三个跳空缺口 一波三个跳空缺口 第三个是绝境缺口 这种理论 是属于新兴市场的 就是说你这个股市 如果是很年轻的一个市场 它通常会走三个 三个跳空缺口 这个是按照教科书上的走法 不信你去看这个中国大陆股市 他们就是这么走 那么对于我们台湾股市 这种成熟的市场 大家可能听到成熟就开始笑了 我们台湾股市也不过就50年而已 又怎么成熟呢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台湾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所以别人可能要花个两三百年 才能够达到成熟市场 我们台湾股市50年就到成熟了 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呢 因为一个成熟的股市 它的跳空缺口 一个波段的跳空缺口只有两个 它一定是双数的 要不然就两个 要不然就四个 没有三个的 大家现在挺好 就觉得怎么有这种理论呢 不信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把这个K线图打开来看 是不是每一个小波段都是两个 然后它盘整一段时间 再来一个波段又是两个 就是两个两个两个 这种走法 不信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属于成熟市场的波浪理论 所以现在我们今天看到了 我们台湾的股市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两个跳空缺口 昨天一个 今天一个 两个跳空缺口 如果你学的是 古时候的那种技术理论化 就是说跌势确立了 我们台湾股市没救了 可是你如果跟我一样 是学到新的 这个正确的波浪理论化 你就知道 跌了这两个跳空缺口之后 下个礼拜还会不会有跳空缺口 即使下个礼拜一是开低盘的话 那么它开低走高的机会 也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不要因为连跌两天就怕就吓死了 也不要因为 像我们在礼拜天的论坛里面 有没有讲 讲无量上青天 这个万点不是梦 然后从礼拜一开始 连标三天 三天涨了差不多300点 291点 那当时市场上 都开始兴奋得不得了 有没有 就说这个盘 真的是好像真的要上万点 至少也要看到95至尊了 有没有 在礼拜三之前 大家都这么喊 可是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里面 怎么跟大家讲的 礼拜四小红小灰震荡盘整 然后到礼拜四 我们又跟大家怎么讲 我们说礼拜五收黑 而且礼拜五收黑 不是只有一天收黑而已 会连续收黑两天 一天都没有少 是不是 他有没有说 昨天跌一跌 今天又涨起来 没有 那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说 礼拜天我们知道说 这个盘会涨三天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知道 礼拜四会盘整一天 为什么会知道 礼拜五跟礼拜六 会连跌两天呢 这个就是技术分析的功力 其实说穿了一点也不值钱 就是技术分析 我们的技术分析靠什么 靠量 价 时间 我们很多的同业 我们很多的投资朋友 很喜欢去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技术指标什么的 其实都不用 都不用 我的理论就最简单 量 价 时间 这是股市的三元素 那就跟这个画图有没有 颜色的三元素一样 你把这个颜色三元素随便这样搭配 可以千变万化的颜色出来 同样的股市里面 你量价时间 股市的三元素 你这个做一个适当的比例的搭配的话 那么所有的技术分析都在掌握之中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大盘跌到今天 好 现在大家问题都来了 那么今天又是一根长黑 连续两天 加起来跌了两百多点 那我们这盘势是不是还要继续跌呢 我们先给大家下个结论 如果说今天到这一段 还没有看到我们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如果是看YouTube 看到我们的节目投资 你一定要从头再开始再看一遍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要下个重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现在的结论就是说 下个礼拜一要做什么事情 来 依华 下礼拜一要做什么事 买股票 哎呀 真是 这默契太好了 怎么会有这么有默契的人呢 没错 下礼拜一 我给大家下个结论 买股票 那大家当然想 真的吗 买股票 真的吗 会不会第三根黑可以棒 第三根黑可以棒 更好啊 更好啊 当然好啊 大家可能一听 哇 这个人真的坏心肠 这已经被套得很惨了 还说这个长黑更好 说黑更好 为什么 因为你的买进的成本会更低 赚钱的空间会更大 我在做股票在操作上面 可能跟一般人的观念不太一样 我在做多的时候 我希望它跌 为什么 因为我的成本可以更低 我获利的空间可以更大 我在做空的时候 我希望它涨 为什么 一样啊 它下跌的空间大嘛 下跌空间大 我获利的空间就大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投资朋友 请要听懂我讲的话 不要说哎呀 这个好坏哦 这个希望大盘连续三根长黑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呢 跌下来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股票 请大家这个知道 我是这个站在多头这一方的 请不要骂我 OK 那么下个礼拜一 为什么我敢说可以做个买点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今天只有我们台湾股市开盘 到了下礼拜一 这些日本韩国香港中国大陆 他们才会反映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下跌 而且你怎么知道 礼拜一晚上美国股市不会继续的藏黑呢 那就算美国股市呢 礼拜一晚上继续藏黑 我在这边也敢大声地跟大家讲 礼拜一还是买点 就是买点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大家想一下 今天为什么台湾股市跌 除了美国股市大跌之外 还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呢 指数在高档了 对不对 大家已经开始有点居高思维的心理了 第二个 昨天呢 外资是不是大卖股票 大坎不管台子旗啊股票都在卖 第三个呢 是因为呢 马上要中秋节了 中秋节廉价 又是呢 这个节气变盘说盛行的时候了 这个讲到中秋节的节气变盘说 我先常讲一个故事 在民国77年的 为什么会有节气变盘说 因为呢 在民国77年 这个中秋节的那一天的中午1点钟 郭婉荣女士 就是呢 当时的财政部长 他召开一个记者会 然后呢 那天宣布说 从民国78年1月1号开始实施正手税 隔一天 礼拜一的时候 这股市开始崩盘 所以从此以后呢 所有的投资人 只要看到中秋节 怕得要死 看到那个中秋月饼更怕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这个月饼一打开里面 夹着一张字条 那个字条呢 不是说吃月饼杀达字 而是呢 吃月饼杀股票 把大家吓死了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 都有一点这个月亮恐惧症 其实不用怕 那么因为大家都很怕 说这个中秋连续假期 也很怕中秋节节气变盘说 所以呢 我反而认为 因为今年的盘市呢 都是反市场心理操作 所以我反而认为 下个礼拜的周线 搞不好 收红哦 我们现在呢 这个先随便讲一讲 那到了下个礼拜呢 大家再来验证 OK 好 那么整个大盘来讲 那我刚刚讲 现在呢 准备下礼拜一买股票 很多投资朋友就要问 买什么股票 我们在昨天 在前天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说 现在呢 要选什么股 选业绩成长的股票 选位阶低的股票 选呢 这个底部成型的股票 对不对 那哪一些股票呢 是属于这个业绩成长的 这最简单嘛 现在公布八月份营收嘛 八月份的营收 创历史新高的 还有创同期新高的股票 一大堆 到底有多大一堆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这张图表 哦 密密麻麻 对不对 看不清楚 对不对 就故意让大家看不清楚 有人更坏心 如果想要知道细节的话 可以等一下呢 广告时间打电话给我们 跟我们的同仁来索取 这个表 那么呢 当然 为什么说 不用看太清楚 因为 因为讲究实际上 真正的重要的是 这个 在这一个部分 就是创历史新高的 他八月份营收 创历史新高的 可是呢 为什么不让大家看清楚 原因在这边 因为你一看 哦 这个 这一档股票 他的八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 哦 那进去买 没有问题 哦 因为李永年讲的 所以进去买 没有问题 不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他的股价 已经事前反应 已经一大段了 你现在跑去追 那刚好追在高点了 因为他很有可能利多出进 我去这张股票做的例子 我们请导播把那个K线图叫出来 第一个是4534的沁腾 4534的沁腾 我们看一下 他在今年 你知道他今年涨幅多少吗 光是这一波 他的涨幅多少 356% 所以你看 他涨到 从这个几乎是个位数 涨到45块 然后现在开始回涨 他是不是创新高 他八月份营收创历史新高 可是他为什么会跌呢 因为呢 他的这个股价呢 已经反应过了 另外呢 还有呢 就是呢 3324的双红 双红我们也看一下 是不是 在这一波呢 他从今年 今年的最低点 到今年最高点 涨了141% 涨幅不可谓不大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天还会收黑呢 因为涨多了嘛 利多出进嘛 就这么简单 那当然 还有一些个股呢 他不是属于这种 他是属于 他业绩是创新高 可是呢 他的股价并没有呢 这个大涨 我现在举例子说明 就像呢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一档 6239的历程 历程呢 他在过去这三个月里面 他的涨幅多少 36% 我之前讲过了 他营收创历史新高 可是呢 他的股价的涨幅呢 只有36%而已 比这个当初的这个 美光还要少 美光是那种 国际的大股票 他既然只会涨 他这个既然涨盈了 我们的历程一倍 合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看一下 那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 有一些股票 他已经事前反映过了 他的涨幅 已经涨了一大半 你还要去追吗 当然不追 所以呢 我们在昨天 有没有 昨天我们就提供给大家一些股票 就是说 看起来 疑似做头的股票 我们今天 再来复习一遍 repeat after me 我们这英文 没事要绕一下 因为那个 我们的 我们的 谢总经理 没事喜欢绕英文 对 OK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茂联 茂联KY 茂联KY业绩 好不好 好啊 8月份营收 年证率20% 可是呢 他今天怎么样了 跌 今天跌 麻烦导播 给我们看一下 那个日K线 3665 对 看到没有 今天跳空往下跌的 另外呢 币翔 今天币翔是开机走高的 还不错 3081的联雅 联雅好不好 差了一点 他之前好得不得了 对不对 那今天也是一样 跳空下跌 还有呢 4952的林通 也是一样 那今天我们再加一个 3324的双红 双红 为什么 你看他的营收好不好 好啊 创历史新高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双红呢 因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大家看一下 他在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自己有做一个 这个表格 这个图表给大家看 这个是茂联的 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不用了 联雅呢 我们刚才也讲了 好 我们看一下双红 这为什么要跳得这么快呢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因为刚才讲大盘 讲太久了 OK 好 我们看一下双红 双红 大家注意一下 他这边有个大量 这个大量 是他的天量 104块以上 是天量的套牢区 那我们看一下 他今天呢 跌到100块就附近了 他为什么会跌下来 因为这边有天量 过不去了 天量的压力在这里 之前也有过一次大量 有没有大量收黑 结果之后他是跌的 会不会历史重演呢 各位投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 因为我经常在讲 我们很多投资朋友 在选股的时候 看他的基本面 好得不得了 看他的这个技术面 底部成型了 好得不得了 结果买进去 立刻头顶就撞到铁板 咚的一声就下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没有注意到 上档有大量的套牢压力 这个是量价关系 最需要注意的一个重点 所以双红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大家注意了 他这边1004块以上 有天量的套牢压力 然后因为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大家都看到 Note 7 这个三星的Note 7 现在变成跟手榴弹一样 这个不是做手机工厂 现在做手榴弹工厂 现在大家吓死了 那之前大家还讲说 因为Note 7 他们有这个问题要回收 所以要有下极单 所以对双红 这个操纵 这些股票是利多 可是你如果以长期来看的话 我想请问各位投资朋友 一个问题 今天你如果坐飞机 你旁边一个人 拿出了Note 7出来 我要下飞机 对 吓到吓死了 吓死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 你拿Note 7 不准你上飞机 各位投资朋友 他的销路会好吗 这当然不会好 所以对于这一些 有利空 然后看起来 有利多 他利多出进的这些个股 我会比较建议投资朋友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股票 我会比较建议你 暂时先退出一下 至于说 如果要逢低买进 下个礼拜一 我们刚才讲过了 下礼拜一 是逢低买股票的时候 那么到底要买些什么股票呢 好 我们还是继续跟昨天一样 你要怎么样子 把你手上套牢的弱势股 要换成满手的王牌的好股票 这个溜丁 梯子 都换成这种好股票的话 那么让我来帮助你 让我来帮助你 让我来帮助你 把你手上的这一些弱势股淘汰掉 我们换进能让你赚钱的股票 做股票最怕怎么样 抱得一手的烂股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卖掉舍不得 不卖又一直跌 这是最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们做股票 我们的节目的slogan是什么 轻松转转轻松 轻松转轻松 做股票就是要轻轻松松的 你才能成为股市的赢家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子 换上满手的好股票 让我来帮助你 打电话进来 我亲自帮你回答 好 这个王牌好股 怎么来挑选 刚刚有说了 这个营收要创高 对不对 还要这个底部形态最好 我也觉得低一些的 没错 等一下我们有更多的分析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专专业让华信投雇总能发掘 潜力投资 二十多年来 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 更深远的眼光 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 支付专线 02-2392-3988 2392-3988 爱奇艺影剧 送你看七天 在想独家优惠199 入主ODI A3 S-LINE特试版 即可升级S-LINE外观套件 与双前座电动椅 在想分歧零利率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专专专业让华信投雇总能发掘 潜力投资 二十多年来 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 更深远的眼光 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 支付专线 02-2392-3988 2392-3988 他跟我说谢谢 不仅是我帮他做的室内设计 更是因为 我带他去了床的世界 帮他找到一张适合的好床 对要求睡眠品质的他 真的找对了 常跟他开玩笑说啊 我把你从白天的女常人呢 变成晚上的睡美人 这才是我心中最好的室内设计 谢谢床的世界 轻松做个睡美人 只要月付820元 欢迎欢迎快乐向前行 现在就像好股 标马股 王牌股 怎么来挑 永连哥 OK 好 那我们还是三个原则 第一个当然就基本面一定要有 这个具体的成长的一个趋势 第二个就是 那你的这个位阶一定要相对比较低 第三个就是底部的形态要完成的 那当然这些股票呢 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我们已经陆续跟大家讲过了 那今天呢 我再提供一个 一个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族群给大家 叫做跌升的股票 在之前呢 我们台湾股数 哇 冲到9200 冲到9278的时候呢 哇 这个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可是呢 都是穷开心 为什么穷开心呢 因为涨的股票都是外资手上一大堆 我们手上没有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大家呢 就看到指数呢 赚了指数赔了价差 非常痛苦 那甚至于呢 有些个股呢 它是一路跌 一路跌 一路跌 跌下来 跌着大家都已经不想去看它了 这些股票包括了两个族群 对不起 三个族群 这两个族群呢 我们在昨天 在前天 就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第一个生计 第二个太阳能 有没有 所以这两天 有没有看到 大盘跌了200点 200多点 生计股跟太阳能的个股 是不是抗跌性比较强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那当然很多投资朋友 可能接下来就会跟我回 就说 你不是讲说 跌升就是最大利多 可是后面还要有一个 但书就是不能是唯一的利多吗 对 没有错 后面还要有一个 它绝对不能是唯一的利多 因为它的基本面一定要好 一定要成长 就是转亏为盈 那是最理想的 可是在它还是在处于一个 跌升技术性反弹的阶段的话 那么我们先只看 跌升就是最大利多这一块 譬如说 我们现在举例说明 我们看一下 有哪些个股 这个是生计股里面 我们举了两档 一个是美食1795 美食今天有没有收红 收红 它为什么收红 跌升就是最大利多 大家看一下 它跌的还不算深 它这一波的跌 在一年以来 它的跌幅只有30% 还不算多 那么可是三大法人 在过去十个交易 是买超545张 为什么买超它呢 因为它的基本面 真的还算是不错的 在这个生计股里面 第二个是基亚 3176基亚 基亚在今年以来 它跌幅已经是53%了 已经是腰斩了 还有早 那么所以说 它的跌幅升不升 当然升 可是它会不会反弹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因为它今年的第四季 还有一些的利多 有可能会出现 再过来就是国硕 国硕它的跌幅 也是50% 还有它的子公司 这个小孩子 毕竟冲力比较足 所以妈妈只跌50% 这个小孩子跌54% 这个跌得更深 好 另外还有一个绿能 3519绿能 绿能的跌幅也不深 30%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集团股 有没有都很凶 今天它的妈妈 大同 这个老当益壮 这个走势比它还强 它虽然收红 可是大同收得更红 所以这些集团股 旗下的一些这种小股 投资朋友 可以值得注意 最后一个是3293的星象 这个是游戏股 游戏股 它的这个星象 它这一波 它的跌幅已经46%了 好 那么呢 刚才我们在这个 广告的时间 那一华有问我说 游戏股 是不是已经摆脱了 热身的这个魔掌 对不对 已经摆脱了阴霾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 这个热身这个案子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投资朋友 手上还有这档股票 我们稍微解说一下 热身这个案子 到现在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慢慢揭开了 现在呢 连它公司债 当初发行的 这三档公司债 都有问题了 那么它的问题 一直出来以后 等到大家发现 都是它自己本身的问题之后 那么其他当初 被它拖累下来的游戏股 当然就有机会翻身了 而且呢 再加上呢 其实星象 它的业绩好不好 其实它业绩 真的算是 不错的一档股票 那么下个礼拜 又有东京的游戏展 这个玩具展 所以投资朋友 是可以值得注意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国硕 它这个周线 它已经跌了50% 过去这三个礼拜 它是寸步的往上走的 它为什么能够逆势走扬呢 因为呢 这个跌幅够深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星象 星象呢 它这一波的跌幅 是36.6% 今年的跌幅 最高的跌幅是46% 所以呢 它跌幅已经相当深了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看 大家看在这里的时候呢 它跌到什么时候 只跌了 跌到两年线 只跌了 现在呢 这条绿色的线 也是两年线 所以它已经快要跌到两年线了 所以我们认为呢 在这里 它应该会获得支撑 而且呢 很有机会呢 有机会展开一波反弹 为什么有机会展开一波反弹呢 大家可以看 在这边 在它下跌的过程之中 是没有量的 没有量表示什么 没有量表示呢 没有大量的套牢压力 所以这档股票呢 我反而是认为说 投资朋友 你可以值得观察注意 那当然了 很多投资朋友讲 那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股票 有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怎么样子 换到满手的王牌好股票 让我来帮助你 好 所以各种分析人 持续锁定 我们的快乐向前行 各种分析下礼拜一 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